Hopper is fantastic, but we need bigger GPUs and so ladies and gentlemen, I would like to introduce you to a very very big GPU 回答AI人工智慧年度盛惠GTC大会 最大亮点就是这款超强AI晶片 208 billion transistors, and so you can see, I can see, there's a small line between two dye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two dyes have abutted like this together in such a way that the two dyes think it's one chip there's 10 terabytes of data between it, 10 terabytes per second so that these two sides of the Blackwell chip have no clue which side they're on there's no memory locality issues, no cash issues it's just one giant chip 拿着最新的AI超级晶片GB200 是将CPU和GPU组合在一起的超级晶片 含有一颗CPU和两颗B200的GPU 其中以次世代架构Blackwell打造而成的全新GPUB200 是采台积电4nm制成 内含2080亿个电晶体 根据回答公司公布的数据 效能是H100的2.5倍 也是首度采水冷散热技术 GB200相比前代产品 在能源消耗还有营运成本上 最多可降低25倍 GB200能运转塑造参数规模的语言模型 也代表着大型语言模型 已经进入召集参数时代 台厂相关供应链也陆续出列 从PC硬板上下游到IC载板市场点名包括台光电联帽台波等等都渴望入列 其中鸿海入列回答最强晶片 GB200的首批合作名单 股东大会上董事长刘洋伟现身 更首度曝光最新超级AI伺服器GB200 我们预估 今年鸿海AI伺服器的营收可以成长超过四成 那在整体伺服器的营收的占比呢 也会达到四成以上 那么台厂相关受惠的一个供应链 当然除了在这个伺服器的代工厂商 或者是在散热电源供应器 还有在印刷电路板以外 那么更重要的其实是在这个半导体业 在这个先进制程 还有先进封装 在这个部分掌握度最高的 其实就是台积电 根据颜料机构预估 回答BlackWay新平台产品需求增加 供应链对GB200预计 2025年出货量有机会突破百万颗 占辉达高阶GPU四到五成左右 2024年被视为AIPC元年 未来CPU GPU NPU的组合 将成为AIPC的算力基础 但模型基本上没 现在是每三点五个月就double一次 那你设计科IC从开始到结束 到晶片出来最少要一年 甚至一年半到两年都有可能 那所以变成说 你的下一代晶片还没出来之后 你就先把它叠起来 叠起来用意就是 让它的算力增加更大 增加更大之后 它才能跑得动这么大的模型 最新的不管是这几代的晶片 其实它最大的差异就是堆叠 然后散热加了一些水冷 加了一些散热板这样 GPU它其实强的 就是它堆叠的更多 然后扩更多 然后散热跟水冷加的更多这样 市场传出 一颗GB200超级晶片 价格可能高达7万美元 相当于台币225万 随着挥打AI晶片不断升级 也渴望带动台厂AI供应链 TVBS新闻于心海楼君台北采访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